这段时间有那个轻微的变血 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看到月亮 现在有的人想打那个月亮的主意 想打月亮的主意 准备到月亮上面接八框 准备到月亮上面接八框 如果真的到月亮上面接八框 会听到什么声音呢 听到空 空 空 这什么声音呀 空清响 空清响 我现在告诉你们月亮是空清的 不像地球是实的 月亮是空清的 里面是空清的 它只是一个空清球 它只是一个空清球 这个空清球用来干嘛的 是用来那个广谱的向地球反观的 就额外的提供的光源 尤其是在夜里边 额外的提供的光源 你如果去挖那个月球挖胖的话 你挖挖挖挖挖就挖穿了 挖穿了就漏了 漏了一颗 后来会有什么结果呢 会有什么结果呢 如果你把它挖穿了一颗 慢慢慢慢什么 坍缩了 现在这个球体啊 慢慢慢慢就压扁了 像个大饼一样 像个大饼一样 就面对着地球 就一个大饼一样 面对着地球 现在的情况这样 地球这样 月亮在地球的边上 如果你把它挖穿以后 挖穿以后 它慢慢慢慢就别掉了 别掉以后就成了一个弧形的 就成了一个凹形的 就像一个凹头鱼 然后还是绕着地球在转 但这个时刻 你们凹进去以后 那么它发射了光线什么 就没有办法发射到整个 整个地球上了 可能就只有街道过的一个地方 有点光线 发射过来 因为是个凹头鱼 现在是一个球形 现在是一个球形 所以是黄土的光 那边发射光线太阳光了 一旦就扁掉的话 凹下去的话 我应该来告诉大家 同一个样子 一旦月球啊 一旦月球啊 挖通以后啊 就变成一个凹头鱼了 看到弧形的凹头鱼了 凹头鱼了 凹头鱼了 凹头鱼的光线是 就变成一个月球 给它反射的光线 并以夜里使用的方便一点 你如果挖矿 挖了以后 把它挖窗以后 就扁掉了 就变成这样 原来这个球形的 就扁掉了 别掉了 月球是空的啊 你千万不要一想天开 去到月球上就扁掉了 一挖一挖 就扁掉就成这个样子 然后 这样弧形就对到这个面的话 就只能一个点 一个点 也不知道 寄在哪个地方 一个点 有光线 其他就看到光线 也就等于这个月球就飞掉了 明白了吧 所以不要一想天开 到月球上去挖矿了 是有人啊 向到月球上去挖矿了 把地球护开了以后 还要向到月球上去去护开啊 原来是常立这个星期啊 好 再见 再见